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系统在光滑水平面上做正伏为A的减携运动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题目主要是来考一些减携运动的基本概念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一下 第一个 正伏减半 周期会跟着减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周期是什么东西呢 周期我们写在这边 减携运动的周期 如果同学记得的话 它其实是2π 好 根号k分之m 这个k就是立场数 m就是它的质量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其实有特别提过 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它跟它的正伏无关 好 跟正伏无关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只要 只要是这个同一个弹簧 挂的是同一个质量 那么我今天正伏大一点 小一点 来 其实周期都一样 所以在这一个是错的 好 这是a 第二个 如果正伏减半 最大加速度的值也会减半 好 来 这个我们就写在这边好了 来 来 它说 正伏减半 来 最大加速度 来 最大加速度的值是多少呢 来 最大加速度的值呢 是rω平方 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基本的 所以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那它现在告诉你来正伏减半 所以正伏是这一个值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来 最大加速度的值 其实是跟r乘正比 所以没有错 如果这个减半 来 这边减半 最大加速度的值当然也会跟着减半 所以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b 正确 好 第三个 物体在经过平衡点的速率是多少 好 所以c 写在这边 来 经过平衡点的速率 我们知道这个来 减弦运动呢 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经过平衡点呢 其实会有最大速率 好 所以来这边 平衡点 那个同学不要看到 看到这个 问速率就直接带公式 你要先判断这个点呢 它的速率是怎样子 好 来 平衡点的话有最大速率 好 最大速率 我们在上课讲过来 这个值是r Omega 好 那rOmega的话是多少呢 因为题目里面来这个振幅是a 好 振幅是a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 这个就是a 好 Omega是多少呢 Omega这个可能同学会 建议大家记起来 这个Omega就是m分之k 好 你就稍微记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Omega是根号m分之k 好 那周期的话 其实它这两个是很相关的 周期的话是跟它是导数 然后差一个rπ 所以是rπ根号k分之m 好 那可是两个都在记的时候 有时候同学就会去搞混掉 到底哪一个是k分之m是m分之k 那这我们在上课的影片里面有跟大家讲过 你稍微判断一下 质量如果越大 它会动的比较慢 动的比较慢 所以周期就会比较大 所以来这个 对周期来讲 m是在 是在分子的 就是基本上是正比的概念 好 那立常数如果越大 它就越容易弹回来 所以它会动的比较快 所以周期就会比较小 所以是反比的概念 那Omega跟t基本上是反比的想法 所以 这个周期如果是根号k分之m Omega就会是根号m分之k 好 所以这一写出来 平衡点数率就是这个值 所以这其实等于是说你公式有记起来 那你这答案就 可以写出来 但好 所以来 这边是没问题的 根号m分之k 好 再来 物体在经过平衡点 位置 好 来 平衡点位置的加速度 这个有时候最害怕的同学在这边就写错掉了 来 平衡点的话 好 来 一样 把我问的是平衡点 好 平衡点加速度是什么呢 好 平衡点其实我们讲过 一个东西在那边来 来来来回回来来来回回来到平衡点 受力是0 受力是0的话 所以加速度当然就是0 加速度是0 而不是这边写的 因为我很害怕同学直接去带公式 所以这是不对的 好 那 下面这边就问了 物体在运动过程中最大加速度 好 来 最大加速度 最大加速度其实发生在哪边呢 最大加速度其实发生在他受力最大 也可以讲说就是他形变量最大 所以其实是发生在 端点 所以来在这边第五个 其实是发生在端点的时候 来加速度会有 最大加速度 所以他其实 珠跟1 这个珠的话 问你平衡点位置 这其实是 就是你要立刻判断出来 这个答案根本就是0 好 那最大加速度是多少呢 最大加速度 我们刚一开始就写了 他是Rω平方 所以来这个R的话 是在这个题目里面是A Omega刚刚讲过了 Omega是根号m分之k 所以平方之后呢 就是m分之k 好注意来 这个答案跟他这边呢 好来他其实只有1分之1 所以来这个1 也是错 好所以以这一题来讲 答案呢是 BC 所以 这个题目 并不是那么的难 但是他前提是说 同学不要急着去看答案 就看到 比如说像这边 一看到加速度来 Omega 就觉得这次答案好像是正确 那其实他这边是有个小小陷阱 因为他问的是 平衡点 好 所以同学就是 除了我知道 这些公式是怎样子 最大速度等等 我都记得 你还要记得他是发生在什么位置 而不是随便去带他 好来这是这一题 单元7 减斜运动 实力养成 质量为m的物体 做正幅为r的减斜运动 距离平衡点 1r 处的速率为v 则此值点 好来 题目要问的是 最大速率 加速度最大值 好 周期 各为多少 另外还要问 经过平衡点的加速度 还有在平衡点的净力为多少 好那 这个题目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边要问最大速率 来我们知道最大速率的话 其实他就是rω 好 加速度的最大值 来那就是 最大加速度 好来这个值的话是rω 平方 好来另外问周期 周期的话其实是2π除以rω 对不起 2π除以ω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像这几个物理量 来他其实呢 通通都需要知道ω 也就是说需要知道他的角频率 好那至于r的话 题目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先 等于是说我们必须先要把ω 求出来 好那这ω 要从哪边来求呢 那当然就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个资讯 好距离平衡点 2分之1r出的速率为v 好那透过这边要来求ω 怎么做呢 好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利用参考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利用我们在上课讲过的这个位置和速度的一个 椭圆方程式 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用参考员来 跟同学讨论 其实因为我觉得参考员是比较 基本的 而且他比较不会忘记 来参考员指的就是说 减协运动 他其实就是等数圆周运动在直径上的一个投影 好那一般选择的这个直径我们大部分选择x走 其他走其实都可以 好来这边是0 来正幅是r 好那题目说来我现在在这个 二分之一r出的地方所以在一半的地方 好这时候的速率是v 这个v呢指的是减协运动的速率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反过来我已经找出减协运动的点 所以我们现在就反过来来去找他在圆周运动对应的点是什么 圆周运动点是这样子 那他这个速率v不是圆周运动速率是减协运动速率 那这个速率其实是 圆周运动在切向速度 好来这里 好圆周运动的切向速度我们知道是v0 他其实就是减协运动的最大速度 也就是这个值就是rω 好那v是什么呢 来v的话是他 这个在直径上也就是在这边x走的一个投影 所以来v指的是这个投影 好来就从这边画垂线下来 好来这个就是v 其实我们一般本来是写说他是vx 那现在是题目里面告诉我他是v 那我们现在都只有写他的大小而已 好所以我们透过他们两个 这个三角函数关系其实很容易可以把ω求出来 好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办呢 来一样好来我们就先把这个点来跟圆星连在一起 好跟圆星连在一起那利用很简单的三角函数的关系来这是r 好啊这个是2分之r所以来这里就是60度 所以来这里也是60度 那这里也是60度 好所以来第1个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来就得到说这里的v 来他刚好是等于v0再乘以这个sine 60度 好所以这个v就会等于这个v0的话刚讲过来他其实是vm 好vm再乘以2分之更好3所以来第1个就求出来了 来最大数率来是多少呢是2v3更好3 2v3更好3所以来这个上面写的说是4v3更好3所以来这选项是错的 好同时呢我们还要再利用这个 好我们求出来的这个值 要把ω求出来 好来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最大速度他其实呢就是rω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话就可以把ω求出来 来他其实就是2v再除以根号3r 2v再除以根号3r 好来那这样的话来就可以在分别的代入 来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第1个是最大加速度 好来最大加速度的话是 rω平方 好r的话题目有ω平方就是这个 好就是我们刚求出来这个所以来平方之后是多少呢 好平方之后就是4v平方再除以3 所以来基本上他就是3分之4 对不起要平方 来这边是3r平方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来这边r会被约掉一个 所以来这边会得到3分之4v平方除以r 好所以我们看看一下 来这选项里面没有错来他是3分之4v平方除以r 所以b是正确的 好再来c c的话要问周琪 好来 我们现在也知道来周琪跟脚频率的关系他就是2pi除以ω 好所以一样 我们把这个ω把它带进去来他是2v在除以什么呢 根号3r 好所以一样可以发现这2被约掉 所以 来这边是根号3 好然后还有πr 要除以v 好我们把它写好好了 在这边 来分子的话是根号3πr 再除以v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选项正不正确 好根号3πr除以v 选项是正确的 好所以 这边就是重点就是我先利用 先利用这个速度的关系把这个ω求出来 那这样最大加速度还有这个周琪通通都可以求了 好来第4个 经过平衡点的加速度跟第5个来在平衡点的净力 好我们这边我们就一并来讨论 好这个平衡点的话其实我们在上课讲过 平衡点其实指的是他的什么利平衡 来平衡点 这个指的是利平衡 利平衡其实就是告诉你来他必须要合力是0 合力是0 所以这个合力是0来现在就看到第5个选项 他是告诉你平衡点净力是这样来那这直接就是错掉 好来这就是0 好这这这刚讲过来这就错掉 那平衡点的加速度呢 来因为合力是0 再加上f等于ma 好对不起 好再加上 f等于ma 好这个概念对不对合力既然是0 那这个也是0所以来我们这样就可以求出来 来没有错在平衡点的加速度也是0 好所以来第4个选项在平衡点加速度是0来这没问题 所以啊我们这边就可以选出来来这答案呢 就是b c 珠 那他这里面有问了一个这个净力 那这个是什么的净力呢 因为我们稍微看一下来这个是加最大加速度 4v平方除以3啦对不对 那这里话是 4mv平方除以3啦 意思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其实他只是乘以一个m而已 所以这个力量其实这个应该是最大受力 好所以最大受力会有最大加速度 那这是发生在哪里呢 其实这最大受力是发生在端点 发生在端点 所以同学看到题目的时候 不要很急着去说啊来我现在刚刚看到一个最大加速度 那乘以m之后来就是1了 不是你必须要先判断 他这个题目问的是平衡点还是端点还是哪一点的加速度 先判断来他应该是0还是最大值 好来这是第12题 感谢观看